架線不和案有關的的士 被警方拖隊質疑充氣車扣流中心等候嚴車 如果探員就向記者示範一下 那次示範的司機如何改過收費咪錶的行速器 這裡有一條線 當那條線的時候 它就會10元10元這樣跳 警方就說 司機試不將部分咪錶顯示器遮蔽 以及不斷按附加費按鈕增加車置 他就綁著繩子在咪頭上 在乘客聊天的時候 似乎是一路拉繩子 令到咪錶 就是開啟到另外一個按鈕 令到顯示一路一路10元10元這樣跳 跳到80元 去到目的地就收80元 港島總區交通部特遣隊 進行打擊的士濫收車之行動 並派出探員在山頂纜車站外 橋中內地遊客 期間的士司機主動接觸橋中游客的警員 並載他們去跑馬地一間酒店 竟然上車後發現的士司機 以交卡片遮蔽車子顯示器 並懷疑他曾經干擾咪錶以濫收車子 當的士駕駛到目的地的時候 竟然表露身份拘捕這個的士司機 司機試驗濫收車子 兜客、詐騙和藏有爆洩工具被扣留調查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止到最早的士司機